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今天我們的主題 那麼您看看 平常我們比較常見的錄影的方法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上面的方式 從DV出來的 是就長得像這樣子對不對 拍攝現場嘛 沒有錯 現場其實還看得清楚啦 但是請問 頭螢幕上的字這些看得清楚嗎 看不清楚啊 所以你就只能看老師表演而已啊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需要看到螢幕內容的時候 其實這樣相對來說啦 相對來說就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那如果說其實一般有的學校 它甚有會有那種就是所謂的專屬的這個演講教室 那那種有是最好 可是因為不是每一間教室都有 它會怎麼做 就是老師的畫面有一個攝影機 然後呢 電腦螢幕也有 那你就 反正老師去那邊你就放心了 反正什麼都不用做藍考了好不好 它就負責幫你做好 而且呢 它還會幫你分段 右手邊會幫你分段 不過這種自動分段呢 其實說真的 我是覺得對於學習來講 還不是那麼方便 為什麼 它比如說它固定15分鐘一段 可是我每次的主題不見得15分鐘一段啊 對不對 它只能說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但是我就是忘記我以前戰課的時候 老師有提到哪一個主題 它示範是一樣 答案就在影片中 只好自己找啊 這樣不累嗎 也很累耶 雖然求知要有動力 但是如果你提供更方便的方式 讓它去尋找 它願意來的機會比較多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能用江派公釣營 願者上鉤啊 那不是 對不對 你要讓它願者上鉤的時候 你不能用強迫的啊 強迫的 學生會反彈嘛 欸 今天我這麼快就有了齁 所以 哈哈哈 所以老師要自立自強 欸 那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常見的教學的 這種錄影的方法 一種就是所謂的全動式 像我們現在錄的方式就是全動式 也就是我在現場裡面所有的這些 我就直接怎麼樣 全都錄嘛 對不對 就把它全部都錄下來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是 適合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這種電腦教學 比如說簡報的 你看我們在講主題的時候 我會不會在這畫面停一段時間 對不對 那我在停一段這段時間 你用拍照的比較 檔案比較大 還是用錄影的檔案比較大 錄影的 一定是錄影比較大啊 所以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欸 它是直接拍這個畫面 我把這畫面拍下來 那你的游標 我會把你記錄起來 那我只負責錄音 有沒有 就拍畫面加上錄音就好啦 這樣檔案是不是相對比較小 所以有另外一種是這一種 那也有呢 把這兩個混合起來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用拖曳的 這個時候不能用拍照的吧 對不對 這個時候它就自動切換成錄影 然後呢 等到 欸 我現在在講解內容的時候 它就怎麼樣 開始用拍照的 這樣也可以 所以也有這種軟體 就是這兩個混在一起的 那以我自己來講 平常是比較常用第一種類型 但是呢 一般來說我們主要會用兩種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現場看到的DV 有沒有 但是不可否認啊 DV的檔案真的很大 所以其實我比較鼓勵老師 您用webcam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場 我這裡也有多帶啦 你看 等一下你會看到 反正那個畫面上有 有沒有 我自己平常 我最近是多換一個 我這裡還有兩個 所以待會兒如果老師您願意試看看的 您可以拿去試一下 這種的是免驅動程式的 所以即插即用 你就插下去 就不用安裝驅動程式 就直接用 這樣一般來說會比較方便 那當然您可以選擇那個解析度好一點點的 這樣的話呢 哪一個品牌 欸 品牌應該都還好 對對對 我們那個就是那個 這個延期結束之後 有一個贈品 我不知道這一次有沒有 因為上一次的 有一個贈品 就是他們有買那個webcam 這個大概都在一千塊以內 當然我現在看到最高檔的是 差不多三千塊左右 微軟的 微軟的跟邏輯的 有一個大概三千多塊 但是那個 就看看就好啦 其實平常不會用到那麼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像這個呢 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做那個什麼 螢幕的那個 做螢幕的那個什麼 藍幕的序背 像電視台一樣啊 就是說他們在現場有沒有這樣拍 對不對 那你看我現在這個畫面就是從 把網路攝影機的畫面是放在電腦上 我就把它拍下來嘛 因為其實我們 就好像我們在看一些電影啊 電視節目啊 有沒有都拍什麼 幕後花絮 因為沒有錯 待會我會看到結果嘛 但是我們讓他看一下拍片的現場 是不是同學會比較有感覺 喔原來以前是這樣拍的 那你看我們這裡看完了 好我把它往後來看一下 我們呢做好 他實際同學透過攝影機拍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整個全部都是藍的 那我們呢有了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再把它拿到軟體裡面 對把它透過去背 對因為我們 來本來是這樣 本來放進來是不是這樣 然後就把它去背嘛 因為沒有錢的之後就是 只能用時間換取金錢嘛 哈哈哈 但是其實說真的 現在像我們學校也是一樣 中正也有 還有很多學校 現在就推所謂的MOC M-O-O-C 欸 台灣翻作某課時 對岸稱作目客 謝目的那個目 欸目客 反正都是質疑啦 好 都是質疑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那這樣的方式就是 學校就會建置所謂的虛擬的 什麼 攝影棚 他們就會怎麼樣 就是直接合成啊 就不用我們這麼麻煩 就老是在拍片現場 就直接 後面就直接去掉 拍攝過程就直接去掉 好 那另外呢 其實你看像我們 我在這個 平常的 這個是我們邀請那個 張柏睿導演 就是拍那個 有一部電影叫志氣 有沒有 請美女中 那拔的對那個 欸 那你看這個是現場錄的 有沒有 可是這樣錄的話 沒有錯 可以 可是投影片上 這個錄的畫面就是 我用webcam的方式錄的 當然 品質絕對沒有DV好 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 但是呢 我們就是透過後製 這個我就有做後製 也就是說 他在講解的過程 那我就把他講解的影片 我去YouTube就可以找到嘛 那我 你看 現場在看的時候 我是不是又把它放出來 所以我就把它後製好 這樣其實 是不是就同步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什麼 可以上課的方法嘛 只是這個是需要後製的 那另外平常我比較常上的 這是 上次 五月份的時候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覺得 這樣的光線跟線條 你看起來很熟悉 臉上都被打 哈哈哈哈 因為剛好這個都已經打到這邊 有沒有 像這樣 對不對 好 那麼另外呢 其實在這邊還有 這個OK了 這個應該還好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上課 就可以有很多種方法了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那個 幕後拍攝 這個應該還好 沒有關係 好 所以大致上比較常見的這種錄影的方法 大概像這樣子 那麼 我們 軟體的部分呢 付費的 還蠻多的 好 付費還蠻多 一般比較 大家在學校裡面比較常見的 應該是Powercam 或Evercam 這個是在台灣的試占率算很高的 因為在台灣開發的 其實他們也不錯啦 使用上也還蠻不錯的 不過 如果你要有它比較好的功能 要搭配它的 就是那個數位學習平台會比較好 如果您單純只是用它做錄影 雖然也可以用 但是就是功能上就相對少一些 就比較可惜 那我們學校是用他們學校的那個 就是他們公司的那個數位學習平台 所以就 你可以做的整合會比較多一些 那我們主要是用兩套 這兩套免費的 兩套免費的 這兩套呢 都是在非商業性使用的時候都是免費的 所以您不用太過擔心 還要額外花錢 唯一要花錢的 就是你的那個網路攝影機而已 我們不鼓勵大家用單純買一個那個麥克風 有沒有 你想說我不好意思上電視啊 就買一個麥克風 因為麥克風會遇到問題比較多 因為每台電腦的音效卡 有很多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要個別去做調整 所以我會比較鼓勵你用網路攝影機 因為網路攝影機現在都有麥克風 您就直接用那個 那就是每次那個設定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給您稍微了解一下說 我們比較常見的這個商業軟體的部分 那硬體準備的部分 像我剛剛講的麥克風啦 網路攝影機有沒有 那麼可以的話 最好準備個三腳架 你看我們現場有沒有很多三腳架 有三腳架 你不見到很貴的那一種 就是有個三腳架 就是你總是可以擺到不一樣的地方 萬一真的不行的話怎麼辦 像我 剛好這禮拜我 延期都在講這個主題 有沒有用過這個 這支啊 蛤 這叫做舌管嘛 也有人用那個自拍神器啊 因為這個有個好處是說 如果你在一般教室的時候 我們可以夾著嘛 因為你用手拿會晃動 對不對 那你要少了一隻手可以跟同學做說明 所以你看我今天也是要 我會這樣子啦 就是把它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後製的螢幕 錄影的解析度比較好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夾著啊 那可以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您可以在這邊看到 然後在這裡 在這邊 我們家的 哪裡的 看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可以搭配手機APP 那也就是說 其實各位現在手機應該都很多嘛 沒有兩隻也有三隻嘛 你不用一定要用你現在正在用的那個 因為不小心摔下去也是很痛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就是你已經借零退休的 你拿來用啊 可是其實那個效果 你買這一隻 會不會比買這一隻貴 不會 不會 是貴啦 那不可能 對啦 我說這個啦 這個一定比這個貴嘛 對 它的功能有沒有比較多 有啊 攝影的效果一定比這個好嘛 比較好 對啊 所以幹嘛不拿來用呢 而且這樣有個好處 你是擺脫無限的 就是有限的困擾了 可以走入人群嘛 這很重要的齁 比如說您看到這邊 像這個是這個禮拜 我在臨通通學那邊的 那我們就走入人群啊 你看這是消失現場有沒有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我們走進像這裡 這個就手機拍的啊 對啊 你現在看到螢幕上這個是手機拍有沒有 我們就走進來看啊 也可以轉來轉去 對啊 我就可以走來走去的啊 對啊 只是當然 一般來講 我們會到定點之後 我就夾住了嘛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晃動 那你也可以把同學的 比如說他的作品畫也好 或者筆記還是說 他寫的內容 可以透過這個 在一般教室 是不是可以投影出來 不一定一定要在電腦教室 還可以做所謂的翻轉教學 對 我們有很多工具 但以我的情形來講 我在電腦教室是 有更多工具可以用 可是在一般教室裡面 其實您也是可以嘗試使用啊 不見得一定要錄影就對了 就是說它也可以變成一個工具 有錄影只是你錄影純正這樣子而已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稍微把幾個可能您可以用的 可以類似像這樣就跟您搭配 稍微說明一下 甚至有的像這個邏輯這個有沒有 它有搭配它的軟體的話 可以自動做人臉追蹤 也就是說有時候我站旁邊一點 那攝影機師可能就沒有拍到 它會自動就是 把你把人臉對好這樣子 再對好這樣 所以這個也看您自己 就是可以像這樣的方式去做 OK 所以您對於這樣基本的 我們今天會跟各位提到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很期待 很期待而已 對因為還沒用 也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這樣OK 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麻煩各位來把軟體下載下來 好那我錄另外一段 好那我錄另外一段